OK OK 廖柯翼好像上過我們的節目 哇 那個廖柯翼帥啊 好好好 你覺得看到這些事 哦 人帥真好啊 人醜吃草 廖柯翼 你身體真好啊 年輕人 上山下海 枕頭痠捏上 沒關係啦 那身體好就讓他動運動 我才是藝能界的清流 我以前都不敢講啊 我不敢做壞事的原因是什麼 只有一個 各位 對 因為我要讓我的孩子 勇敢的在外面說 我爸爸是 無宗屑 就這樣 你以為我們不想 今天最厲害的這一檔 已經在這裡馬上要出現了 當然今天我們幾位 六大網紅直播主 讓我心裡面也非常感動 你們已經真正了 跟我們這個老百姓大家 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的衣食父母 大家完全的結合在一起 好 請 這個廖柯翼好像是上班人的結合 那個廖柯翼帥啊 好 所以你覺得看到這些是我的 人帥真好啊 人醜吃草 幹嘛要學人 對不對 厲害 我不是靈活 我是 我是山東人 我又不是教大家什麼 我教大家音樂課 山東人教音樂課你知道嗎 有教A大條 B大條 還有教 C大條 還有教人家C大條 C大條 我最喜歡做C大條 C大條 我可以覺得你看他的 還有什麼教法 蛤 我覺得他還 還可以 哦 廖柯翼什麼 廖柯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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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身體真好啊 年輕人 上山下海 枕頭痠捏傷 啊 他結婚了嗎 離婚了 離婚了 又結了 又結婚了 很多朋友我都是收到他的帖子 才知道他離婚了 離婚放帖子嗎 怎麼樣啊 他又結婚了 又結婚了 對啊 要不然哪個結婚了又發帖子 平平安啦啦 沒關係啦 人家身體好就讓他多運動 真的啊 憲哥好像是羨慕要生病 沒有羨慕啊 我的條件比他好 我為什麼要羨慕 對 耶 一般這樣 好啦 要被接臉就被爆料了 你會不會給他指標這個建議啊 給他建議啊 呃 建議喔 呃 明明是公眾人 不是 你看像 他如果要回演藝圈就這樣子 像我一直都沒出事的原因 各位 憲哥今年已經年事過六 但有沒有覺得 我才是藝能界的清流 我以前都不敢講啊 我不敢做壞事的原因是什麼 只有一個 各位 因為我要讓我的孩子 勇敢的在外面說 我爸爸是吳宗憲 就這樣 你以為我們不想 七八的嗎 我們很想